刚开了SPX开了两条边 第一条边是4715 另外一条边是4665 卖了4715买了4665 现在期权金我挂的是0.85 现在不知道没成交没有 现在突然现在已经变成0.85了 因为这个挂单的话 一般都是根据 因为现在是盘后时间的话 一般都会根据ES的情况 ES涨跌来挂 如果它跌一点的话 你价钱可以挂多一点 因为期权金会多一点 说不定它会插针插到那的位置 或者打到那个位置会反弹 有这种可能性 尽量把期权金稍微控制多一点会好一些 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用试价 这个是很需要注意的 因为本来期权金就不太多 你在稍微在这一块挂单的时候 稍微价钱会多挂一个0.1或者0.05的话 就可以还多不少了 这个 昨天收盘是上市收盘是484783 这次开的是4715 跌的话 如果要跌的话 要跌个68.83 就差不多是1.44这个百分比 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看的话 比较4715的话 这里的概率是5.31 就是跌幅它的概率 就只有5.31 所以说概率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对 对卖方还是有利的 总体来说还是看多 至少不要跌的太狠就行了 只要不跌 当然哪怕少跌一点也可以 只要今天跌了一点几都可以 没什么太多关系 看来这些怎么走吧